亲爱的 有时候觉得好累 也会在孤单中 流下眼泪 用力地长大 就算彷徨也在继续穿 勇敢着所谓天黑 不过是以为 生命有一种迂回 让我们释会 去飞 现在你 走到哪儿 一起 走吧 走吧 老大 这外边风太大了 咱们得玩说吧 我请你喝咖啡 不用了 我就经过 所以当面跟你讲 跑腿店我不做了 不过上次你妈委托的事情 我会去的 就当是帮忙 你不用给我钱了 最后你跟你妈妈说清楚吧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为什么不做了 没有再做的理由了 而且我爸妈也希望我做一份 稳定点的工作了 你自己不也说了吗 父母都是为了子女好 对吧 那我先走了 我看你状态挺好的 那就好 月亮她没经历过感情 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她拒绝了你 也不是代表你不好 我就是废话几句啊 就这样 谢谢啊 几乔来了 吧 表演售 你好 你 played 一位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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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随便 客人 对 爱情不能填饱肚寸 但是三明治可以 吃吧 子晓 你说这糖菜什么情况啊 怎么突然 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不想到演员了呗 昨天他去试镜 人家导演好像让他演 女主角的替身 太过分了吧 搞人选择呗 吃吧 吃吧 来 我说你挺自私啊 人家不就接了你一个单 接了你一个活配 你们玩打麻将吗 你找别人不就完了 我 大家都是朋友 我担心一下 怎么了 行 没什么问题 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打工了 你这店生意都变好了呀 什么 一个人打几天快呀 能赚多赚啊 你卡里不都有一半段了吗 那是我的钱吗 那是赵浩光吗 对了 晚上夜香吧 我估计又得通晓鞋带吧 看情况吧 到时候再联系 走吧 您好 您小心 妈 你腿没事吧 没事 就是坐得有点久了 天气真好 我觉得都跟丁加坡差不多啊 你懂什么 这是我的故乡 怎么看都好 怎么看都好 那我先给我哥打个电话 别打电话了 打了电话 就不是生日惊喜 走吧 我吗 不 我的天 我 人家半天故意有生皮子 你还但是二维码不管 你都死我了 你这事不许和自己说 别闹 别闹别闹 别闹别闹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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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多个人 在家 没没有 对 Breathe 我看得挺干净呀 你一个人住 还是跟人合住啊 何子秋 是李海潮收养的那个儿子吗 他不是出国留学的吗 回来了 李坚坚住对面啊 等于你们还是住在一起 你们回国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是你妹妹 她想给你生日惊喜 又不想让我告诉你 再说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好几年没见着你舅舅来 老太太走的时候 我没赶上 挺遗憾的 是该到老家去祭拜一下的 干吗 累了 怎么不高兴 我看是你看到我不高兴吧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想来看看你哥生活 和工作的地方吗 还跟我说 想让你哥带你出去玩一玩呢 我才没那么说 你不要听我家族 怎么没有 明明想哥哥 就不会好好说 我才不想他 他又不想我 你怎么说话呢 哥 我切了点水果 给陈寗阿姨和小橙子 我来吧 尖尖吧 阿姨 来 快进来 不用不用不用 你们你们聊着 别别别 进来进来进来 来 林小 别站在门口堵着 让尖尖进来 来 快进来 这么多年不见 长成大姑娘了 真好看 阿姨 这么多年您都没有变 还是那么年轻 真会说话 你还记得你尖尖姐吗 你还记不记得 你小的时候 尖尖带你出去玩 不小心 还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不记得 他那个有点小 是啊 年纪小 是啊 年纪小 从露天上摔下来 还要连到李津阎身上 还连到李津阎身上 我不记得了 小的时候皮着呢 阿姨 你们住哪儿啊 我们住酒店 我不想给林小添麻烦 这一次是来给他过生日的 到时候我订个餐厅 把林小她爸 还有你爸都叫上 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好 行 好了 你们回吧 回去吧 不用送了 哭真儿 你 привbnb 你们到酒店里说一声 好的 放心吧 阿姨 再见 你妈和你妹妹 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嘛 开心点 证明他们关心你啊 没不开心 你好严肃的 笑一个 走吧 我哥看见我的时候 一点都不高兴 她看见李尖尖就很高兴 陈婷不就回来探个亲吗 和凌霄过个生日 没必要太在意 老太太去世都没赶上 一生的遗憾 早不回来晚不回来 非得凌霄回来了 他人也跟回来 那怎么着 你让他们俩俩都走 都回新加坡去 还是呢 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我就琢磨着 这陈婷这次回来 没那么简单 这小千都跟我打电话说了 人陈婷对她特客气 这人就不能变好啊 她特客气 那可不是陈婷 她能变好 等你自己扶去 回家自己琢磨去 我不会 我 喂 也可以 还跑 看来 爱 陈婷 你怎么不说话呀 陈婷 你不管我和妹妹的吗 陈婷 你不管我和妹妹的吗 你不管我和妹妹的吗 我和妹妹的吗 你怎么过来了 我睡不着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 不行 你别那么小气嘛 我就睡一晚上 好了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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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 脑子里面什么都不要想 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 今天也要好好睡觉 我在哪身边里 睡吧 夜空 就没理由失明 如果你想它问起 点亮前的曲折 不过失去望明天也曾经过 如果不过失去你 你说你妈跟你妹 还真是一天都离不开你啊 你这在回来多久啊 这就追过来了 我妈的确好久没回国了 正好小橙子放暑假 回来看看也好 而且住酒店不需要人照顾 也不影响零销上班 哥 我觉得你还是 抽时间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小橙子不如说想去逛逛 我就会问同事 看看下午我先能够换个班 看看下午我先能够换个班 陈婷阿姨住的那个酒店 就是你打工的酒店 你要是碰见了 你记得打招呼我知道吗 那我也是真的有毛病 她妈估计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 我打什么招呼啊 也是啊 我们的民族英雄正成功名武 龙皇帝很少是难民 吃饭别背了 小心消化不良 不行 我今天就得去管理熟悉环境 一周内我就得把所有资料 都背下来 然后正式上岗 所有资料是指 本地历史 还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还有这些藏品的信息啊 文化价值意义什么的 主要是现在暑假 好多学生跟家长都来 我们管理缺人 天啊 背台词那么厉害 这些肯定没问题的 那倒是 反正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挑战 很赏识郑成功的是哪个皇帝 南明武龙皇帝 厦门古代从政政 官职最高的人是谁 北宋的苏宋宰相 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全能学神 是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在医学上连李时珍都是他的粉丝 他编写的《本草图经》 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引用高达七十四处 而且在天文上 他制造了水运一项台 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中 比欧洲早六百年 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 我还能再讲十分钟呢 要是高考全靠死精英背 那我肯定能上北大 行吧 你们就听他吹牛吧 我吃完了 去店里了 店里生意这么好啊 还行吧 就是早午餐跟冰沙卖得比较好 可是没什么利润 维持基本开销吧 现在维持收支平衡是第一步 初见成像了 是 不错 拜拜 拜拜 对 拜拜 是 还想再次刘 först 那��也别忘了 把你冰沙卖得比较好 这是吧 对 和我都给你冰沙卖得比较好 吃不下东西还掉头发 走路都得人掺着 太受罪了 你一个人照顾他 六宝和静静呢 静静看家 家里那么多鸭子呢 六宝得打工赚钱啊 这孩子也挺难 省吃俭用的 一发了工资就转给我们 要是我养的这两个孩子 都没有自求命好 说白了 你命比我好 你以前不是总说我命不好吗 初中辍觉的小姑娘 非要去城市闯荡 怀着云里老婚 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 好不容易遇到个好男人吧 你还不要 非得去深圳 结果去了 孩子只能送给别人养 你说 你哪能让我觉得你命好 你确实命不好 这个时候 也就你能笑得出来 我一个人的时候 都哭够了 你还会哭呢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我就没见你哭过 那是因为你跟妈都一样 不管我做什么 你们都看不上 我哭的时候 都躲着你们 每次我看到你 我都能在你的身上 看到妈的影子 还有妈看我的眼神 那种恨铁不成钢 厌倦的眼神 那还不是因为你 事情做得不像话吗 妈因为你 生了多少棋啊 你是听话 你是听话 之前外出打工出个对象 她现人家是外室的 太远 就在隔壁村 给你物色了六宝她爸 你哭了两天就同意了 因为不想让她生气 我听妈的也没错 六宝她爸 对我挺好的 嫁给她 我不哭 不说这些了 来 快试点 尝尝这个 咱咱 对了 你这些年 怎么没想着联系我呀 怕给你们添麻烦 你就不像紫秋 有我一个这样的妈 对她能有什么好处呢 果然铁地界的妈妈 都是一个样子的 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 紫秋去国外留学又回来 你知道吧 你这些年轻的孩子好吗 不说这个了 对了 哪天你去我美容院吧 我给你做个护理 我们乡下人长皱纹 又不耽误干活 你又找了没有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定长了 你长得这么年轻 听妹妹一句劝 早点安静下来 让她铸造人说闲话 你说当年 如果你好好地 跟海超哥结婚 就不会走到 今天这一步 你呀 就是不能好好过日子 做得很 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 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 就行 别光说话了 快吃 吃点菜 我自己来 你好 您打包的餐点已经好了 我给您放在这里 谢谢 那我就先回医院了 好 我不学钱 治疗的费用够 家里的鸭子呀 马上就要出门了 拿着 一点西医 我不能拿 你赚钱不容易 我走了 姐 让你常打电话 如果我停了 给我 你还是绝对 我走了 你真是 可能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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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马上回去 妈 好臭啊 您让哥来接一下啊 来 我帮你拎 算了 算了 走吧 您好 请问有没有预约 我没有预约 我是来找林萧医生的 我们是预约就诊的 而且林医生正在 给患者治疗呢 我不是来看牙的 我是他妈妈 林医生的妈妈呀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 想看看她工作的地方 对了 来 把礼物给我 我从新加坡呀 给你们带了一些小礼物 你尝尝 谢谢阿姨 这怎么好意思呢 应该谢谢你们 那么照顾林萧 阿姨 你好 我是林萧同事 我叫洪希希 阿姨 您别起了 她现在有患者 要不我带你们 去休息一下等她 她应该快忙完了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 对了 我正好从新加坡啊 带来了好多东西 一会儿你带我 给你们同事分一份啊 好啊 好 你是林萧的小妹妹 琪美秧吧 林萧跟你提起过啊 她填档案我看到的 拿一个礼盒来 这个送给你 这个送给你 这不好吧 阿姨 礼尚往来嘛 你和林萧兄妹俩 都喜欢这款牙刷 这款优优独的电动牙刷 有三成四种模式 你可以回去慢慢研究 调整适合自己的模式 功能非常强大哦 快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不客气 走吧 好 好 你小心 往前麻烦了 不麻烦 一会儿你也拿一盒 好了 小松 注意事项 你跟焕姐仔细交代一下 下周二来 附近 谢谢医生 这边坐 谢谢你妈妈 你妈人真好 我妈 是啊 刚刚还分黄灵塔 给我们吃 现在在学习生那里 跟冯医生聊天呢 但是我确实也害怕看一眼 你说看一眼我就 担心得不得了 没事不痛的 你忙完了 你不用担心 冯医生一直跟我聊呢 没有没有 我也休息呢 那灵香忙完了 让她带你们到处看看吧 我差不多十一点有预约了 好的好的 那就不打扰你了 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好 谢谢阿姨 那我先走了 拜拜 谢谢 你来个提前告诉我 我打电话了 一直在忙呢 我是说提前 不是到理院才通知我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工作的地方 再加上我从新加坡 买了好多礼物 给你们同事想分一分 这些在这边都买不到的 现在网购什么卖不到 这也是礼节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呀 我跟同事商量好了 接两天换班 下午带你们到处转转 程子 明天想不想去古朗语 真的 不用去啊 龟磊说要做轮渡 中午想吃什么 随便 也可以吃姜母鸭 那就吃这个吧 好 我去换件衣服 对 孩子是有点问题 自闭 我去换件衣服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我这又去接 太谢谢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别人问他 他也不说话 人家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 对了 你快叫大家都回来吧 不用找了 好好好 那咱们赶紧去把孩子接回来 民警说让我带证件 要监护人去接 怎么办啊 监护人 那问题 他动动他不说话也不认人啊 不认人啊 我再想想还有谁能帮忙 林和平 林和平能帮忙 林和平是谁啊 厉害潮的邻居 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要不是林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孩子没事就好 我多问一句 这孩子他妈 犯了什么事啊 坐牢 他妈妈 起码是我在深圳美容院 做店长的时候 手下的美容师 他老公是个酒鬼 喝醉了就打他 清醒了就下跪道歉 家暴这种事啊 我处理过很多次 只要有一次 今后就会有无数次 是啊 我也劝他离婚 可他说 是为了孩子才忍的 起码他不打孩子 那次喝醉了 说要拿水果刀 划划他的脸 他抢灰水果刀 就把人刺死了 这属于正当防卫啊 如果只刺一刀 就是正当防卫 判了防卫过当 四年 东东没人管 我帮他管 他今年就要出来了 我都跟他说好了 等他出来 我用他 可怜孩子 可怜孩子 是啊 哥 东东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什么哥 哥 雪袋 你是想雪袋了是吗 哥 来来来 那来帮忙 咱们去找雪袋玩好吗 雪袋啊 被我们门口超市收养了 跟他们说了一下 东东的情况 他们同意 你把雪袋包走 你把雪袋包走 真的谢谢你 说了不麻烦你 却一直给你添麻烦 这有什么麻烦的 这都小事 想问就问吧 那 东东不是你孩子 那你没在乎的 没用 我一个人 那你说你瞒着我们干吗呀 这子秋多难受啊 就得 我承诺过 你养大子秋 他是你儿子 我绝不再见 我已经是坏人了 不介意坏到底 这样对我们都好 我从来没说过 我养大子秋 你就不能见 是你自己决定的 那子秋 上高三的时候你回来 要不是你自己说 你已经再婚了 我不可能瞒子秋的 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才那么说的 我也有做人的原则 说到做到 那你也答应过子秋 说要回来接她 那你也答应过子秋 说要回来接她 你怎么没做到啊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要早点回来接我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 让我回来见了 何北 你真不 我心里也不好受 谢谢 李叔 李叔 你都在这儿发呆发意下午了 想什么呢 你说 为什么呢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别打扰李叔 别打扰李叔 别想找老师了 你不会是为了李健健吧 你是不是疯了 你们俩的事以后再说也行啊 这是你的前途啊 这么好的工作 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准接电话 妈 你别这样 你干吗 不让你 别这样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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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尖吧 来 快进来 好多年不见 你这都变成大姑娘了 变得真好看啊 来 78 小心 回来了 去哪儿啊 去南埔队拜了拜 海边走了走 明天呢 明天去布朗宇 但他们玩两天差不多了 看你气死不大了 有点累 赶紧去洗澡吧 晚安 晚安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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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小哥知道我在这儿 我是趁他洗澡的时候 都跑过来的 那你快去洗澡 洗完澡回来睡醒 你这是画什么呢 我想做一个冰尾动物系列 像藏羚羊啊 大熊猫啊 姜豚啊 你看 这姜豚多可爱 这样吧 我还以为你画的小动物开会呢 开会 小动物开会 怎么了 对啊 我一直在想怎么给这个系列命名 杜鹃说叫冰尾动物大拳 我觉得太沉重了 开会挺好 就叫小动物开会 我去洗澡了 你回去睡觉吧 我不在你睡得着吗 你知道吗 你睡觉会打拳的 打拳 我以前不这样的吧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 被你提醒我几次 明天一大早 我要接他们去古朗语玩 而且被你爸知道也不好 我还以为我在你能睡得好一点 多些关心 我去睡吧 小哥还在不在啊 你回去看看 回房间了 好吧 你要是睡不着就给我发微信哦 打电话也行 反正我帮你 知道了 路死鬼 走 祝生日快乐 一生顺遂 幸福无忧 李尖尖 李尖尖 你们做早餐了 今天林墙过生日 我们两个商量着 给他做晚朝顺面 他一到早就走了 今天他妈跟他妹妹 去古朗语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那我俩这不是白做了 你不白做咱们也得吃 紫乔 你每天不用那么早送早餐 我们轮流坐吧 没事 我起得早 对啊 她起得早 轮流坐吧 你看你 最近都憔悴了 我工作做怎么样 怎么说呢 心疼一天就觉得自己 特别文化 我看他们监视几天 明月大小姐 不是所有人的工作 都是自己喜欢的 都是为了糊口 你要是自己喜欢的呀 那就是不用工作 就借口多 李静静 起来吃饭了 行了 我不吃了 我爸出差回来 九点钟我得去歇机 那你快拿个面包 不吃了 加油 抗争到底啊 抗争到底 你俩真逗 知道了 走了 爸 爸 妈 边走 边说 我跟妈说给她糊口夜 约她出来吃饭了 你妈这次实在太不像话了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你紧握想我是你所有 一个千千变大了 另一个变小了 这次握摆了 你把你带走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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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守在这里 陪着你的背影去偶望 我想你住关的旧房子 有一天你寻找新的日子 就像是一片叶子 飞向更远的树枝 那些岁月就像只是昨日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越来越长 我慢的走不用悲伤 我会守在这里 不送你飞向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